《大夫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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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我來知就是香港 澳門才有 但是其他海外的 應該沒有 在香港很多喜慶事都可以做 好像展覽 新界人多數結婚 生日 太平清照 觀音旦 關帝旦 很多 全部都可以做 我叫做李翠蘭 我在念記花店是第二代 由我爸開始做這個花店 已經66年 我從小時候未開始做 已經整天看著我爸在做花牌 到我小學畢業後 就在店裡幫忙 現在我們都做了六十多年 應該有一百年歷史 以前那些就很高很大件 每樣都要用人手去做 變成要萬工就出世貨 這個花牌是我爸爸做的 就是在1959年 粉嶺區慶祝香港節 花牌最頂部是一個孔雀 接著一條橫陣 變得有立體感 接著有一條眉 那條眉就寫一些如意的東西 最中間那裏就是主要內容 然後旁邊有龍柱 接著底下就是賀禮的人名 接著一個兜土就沾沾的 不會平坦坦的就不好看 就是這樣 我是黎晉琳 我現在就是這間你不記得花店的負責人 這次我們做這個牌比較大型 它是70尺度 主要是我這個大會堂的50周年 我們首先和客人設計好之後 就去做裡面的帶子 以前他們所有東西都是靠人手寫的 但是以現在這樣的人工和物料的價錢 我接的花牌數量不多的話 變成我生存的機會又小了 現在我們利用電腦去做Banner 出來的效果是沒有那麼好的 但是我們那個速度是會快了很多 花牌的組件就不會用釘 不會用其他工具 我們會用竹列去刺著 釘在花牌組件上 就在那些花牌組件的邊框那裡 就打了很多的剃花 不同顏色 那些花牌傳統帶下來 都會有龍有鳳 有龍有鳳是寓意吉祥的意思 我們那對龍柱 由李然吳老先生那時候 一直帶下來都比較有 店頭的象徵式 每一個花牌都會有這條龍柱放在那裡 這些龍柱我們一般用完之後回來 就會將一些損耗品 例如脫了色 那些花會換過去 那這些龍身那些繪畫 通常我們都是會重用的 那一般會用到它很殘 那時候我就會翻身 最後就試了裡面的燈彈 最後就試了裡面的燈彈 然後就完成這個工序 將這些組件運到貨車 去到目的地和它掛上棚 對 不要,不要卡住這支 試試吧 等等,停住,慢慢 好,行了 由我接手後 大概第三年 開始自己有一點上手 當時有個契機就是我 在店裡發現了很多以前 李炎老先生留下的相片 他們做過的花牌有些黑白相片 我看完後覺得 對自己很失望 因為那一刻我看到他們的花牌 和我現在做的花牌 是完全兩回事 如果要比較的話 根本不入流 為何別人做到 我們做不到呢 這就是令到我想 繼續做下去的 因為我還未做得到 所以我想在 繼續做這段時間裏 做得更傳統的花牌呈現出來 讓大家看到